前不久公布動畫新作消息的超時空要塞系列 再次點燃了粉絲們的期待 公開了遊戲新作 Macross Shooting Inside 的宣傳影片囉 這是一部集結了超時空要塞 歷代駕駛員和歌姬的設計遊戲 有多達 45 名粉絲們熟悉的駕駛員和歌姬登場 也有收錄招牌的女優生戰機三段變形機制 根據機人、半人半機以及戰機模式 分別呈現 360 度射擊、橫卷軸以及縱卷軸三種玩法 在取回與歌姬們的聯繫後 還能夠進一步在熟悉的曲目下繼續戰鬥 話說歌姬們除了應援之外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功能 如果選的是巴薩拉 那是不是就沒歌姬的事了呢 Macross Shooting Inside 一定在今年內推出 想要把歌姬都變成翅膀的玩家們 不妨趕快預購起來吧 Shooting 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